Legis House, 最重要的地方 来住Legis House 我来之前是想处于崩溃的状态 心里的创伤很严重 义就是发呆,义就是暴跳鱼蕾,别人也不得我 就处到一个思想崩溃的边缘 带着这样的很复杂的思想来这里住 这是08年的11月28号,我就办手续住人来 但是我曾经来的时候就是一夜底到这里来 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就很混乱了,睡不着 好多思想问题,就是好像人生没有什么意思了 就是这么一种生态 第一个,我来我的孩子要接到命令,要排到海外去 其实一个我没过没有亲人,唯一的是我孩子 那么我孩子在这个之前,离分家庭破裂 这个创伤我还没有调整过来,我孩子又要离开我 那我这里没有人,我就两个选择当时 一就为中国,一就留下来 那么留下来吧,我孩子就不会有很多的后顾之要 那我呢,那我的思想变化就很大了 那么为中国,那我也毫无自由,我孩子也毫无自由 所以这个思想要现在一个混乱的,这个创伤思想的创伤就很严重了 就要是一个心灵的创伤,没办法来说,要是发呆,一天就是发呆 在观察,什么都看不惯,就是有那样的一种情绪 所以这个家庭啊,本来有很漂亮的房子 我们的房子很漂亮,有很漂亮的房子,器材,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的思想嘛,有这么美国的政策 怎么不能保护一个军人,我孩子是个军人 为什么不能保护一个军人呢,带着这么多问题 一个军人就继续任务,我的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的无私滥想这很多很多 就埋怨的东西多,自责的东西多 为什么这些事都弄在我的身上,不和思议,就是真的 他是海军,排期他几年了,又出会这些人 他两次都出过海湾这样这样的 那我还得出去让我觉得一年多我住在这里 我一年多没有亲人,我对这个地方很冒伤 龙雅蒙谈都要,不会开窃,英文不过关 是吧,这是错手无策 所以思想相当混乱,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之中 我自己也觉得住在这里也很舒服很高兴 因为我都适应着了,我觉得很自在 是吧,有这么一个环境,在老了自己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自得其乐 我就觉得很高兴了,我没有什么 所以这个心灵的创想就做不好了 就是这样,或者人伤啊,就应该 最好的医伤是自己,医好自己的病 就慢慢我就走向了正规 所以我现在很高兴,跳舞了,学习了,天气 我都很内容,很丰富 我觉得很高兴,没有什么 像过去那样的这种状态,不懂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重大的问题 我有的时候,要有点反复 但是反复都很大,我能够调整自己 最好的以上是自己,自己调整好自己 自己把人生这个大发,应该像好的东西比 不要短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像前看 就是这样,我的心态就是这样 就平静下来了,平衡了,就不那么起伏 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来,我多英文 我一个星期二十六都去学英文 都学,最多一起学两个钟头 最少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 我都去参加 尽管我前后忘记,年纪大了 前面学后面,我反复都这样学 我总是学到一点东西 我有一个心态,不学,学准备,不学好 那我们不要这个许多年华 那我这个年纪大了也要想我多知多彩 又有很丰富自己 这样的思想就不会无时论想 一切都抛开了 所以就是,年纪要因年纪大记忆不好 但是你反复了这样,也还能学到一点东西 不像年轻人 所以我就希望这些年轻人啊 不要那么草率啊,什么都决定自己 好多钟 好多久 那我切记得很丰富